他站在 SHPOEMOCRAS 跟真的較弱的 我是唐伟甄 在多多多 现在私底下講剎 北美機油市場的情況 inquin Be. 大家都知道北美是一个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北国加拿大 但是其实大家对这个资本市场 对这个社会的了解是非常爽 我知道的大多数人都是知道买房子 我就是把钱承担雅一样 这是建筑的我 这其实在北美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社会 它就是有钱人的天堂 所以你只要是有钱 就是能做很多事情 对这个任务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就是我研究了30年的办法 就是说做指数 对吧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有三大指数 一个是刀钧指数 对吧 就是整个精致的一个 这个指挥办法的一个最有优势的一个指数 对吧 它是30家公司组成的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叫每个500强 就叫普尔500强指数 这500强指数呢 就是其中的每个500家最强大的公司 对吧 在一个组合 这个叫500强指数 另外一个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的科技非常发达 所以呢 就是一个纳斯法指数 纳斯法指数 是一百家最强劲的这个高科技公司组成的一个一个指数 我呢 是从1995年开始 就是从这投资开始 我就是搞指数的 对吧 就是这三大指数 当然了就是一个是刀钧指数 纳斯 普尔指数 纳斯法指数 如果你投资这三大指数 对吧 第一呢 是比较简单 对吧 第二呢 它回报比较高 第三呢 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 它需要的就是安全 发生我朋友也讲了 它这个东西是 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它的流动性怎么样 在全世界所有的这个金融产品里面 这三大指数的流动性是最强大的 是吧 在美国也好 就是美国的大多数的机构 尤其是投资人 都是投资这三大指数里面 对吧 这个就是说 如果 如果 因为大多数人嘛 就是一想到这个投资 就是有风险 对吧 其实呢 如果你是投资这三大指数 那你就 第一 风险呢 是对地了 对吧 不能说没有风险 它是波动的 但是有一点来讲 从100到200 美国的200年的历史来讲 这个指数的回报是最好的 并且呢 是一直在不断的上涨 对吧 就是说 从历史角度来讲 它比任何的投资都比较安全 具有流动性 回报率 当然了 这一点呢 就是很多人 就是你来到这个北美这个地方 就是说 很多人就是觉得买房子比较可靠 对吧 就是买房子的第一呢 就是说 回报率绝对没有这个指数高 大家都可以去就是去比较 第二呢 它的流动性没这么强 对吧 费用呢 就没这么低 对吧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在北美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就是美国 这个加拿大 还有很多 这个国家 都把资金投在这三个指数上面 这三个指数是巨大的有量的事情 那这个呢 就是其实我讲这个政策 就是说 你如果是 就是说 一个普通的投资人 那你就长线只有这三个指数 那 也不用操心 什么都不用管 那就比较好了 对吧 但是我呢 是属于捐业的人士 所以呢 我就 就是做的时候呢 根据我的经验哈 就是 我就是 目标就瞄准了这三个指数 对吧 就是我要 这个 贱身哈 打赢它 这三个指数 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你这个网上一查就知道 90%的基金基金 是搞不够这个指数的 对吧 大家都知道巴菲特给所有投资人建议 最近几天,他以前从来没这么付过 也是说不要买这个指数 这500强指数是 它有个非常方便的操作方法 费用比较低的叫SPY NASTA的指数叫QQQ 刀剑指数你可以做的叫DIA 就像买股票一样的买卖 但这个东西是比较安全可靠可信 当然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 我刚才讲了基本点 就是对于90%的投资人来讲 他应该投资这三大指数 甚至指数我给你一个形象的比例 就是说这个刀剑指数相当于一个50岁以上的做事比较稳重 就是说你要安全可靠 这个就是刀剑指数 SP相当于一个40岁的人 就是理人化吧 就是说40岁的人 你要投资一个人 他有能力 40岁的这种安全性能力 就是NASTA的指数相当于30岁的人 年轻 对吧 交出蓬勃 就是发展权度比较好的 但是你要稳就是刀剑指数 5岁以上的稳了 对吧 40岁的人又进去 然后又比较稳 但是NASTA跟100加来就是非常稳 对吧 不是非常稳 就是波动非常大 就是非常有钱的 回报率高 对吧 一个是波动大 一个是回报率高 这样一个概念 在目前来就是全统的 就是投资 这些呢 90%的投资金 所以你是打不过指数的 就是你就是买了这指数不动 你就敲锅了90%以上的投资 就是赢家 这就是呢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叫庄家思想的 就是说你买了这三大指数 你就是庄家了 是吧 你买了以后你不再动 这个就可以了 我呢 有点创新的 有点喜欢就是说 那个创新发明的 我就想 我要能够建训这个指数 怎么建训这个指数呢 就是说 这个指数 把投资把它这个长线的事情 对吧 每个人 就是银行也好 基金经理也好 机构也好 每个人都告诉你 要长线投资 不要去炒股票 炒股票 反正八九十 你就是亏钱了 对吧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 那是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讲 确实是不应该说的 这是对 这个是 放置刺害 别人的道理 当你在市场上 有个三五年经验 或者十年经验 像我这样有三十年经验 我就想 有一种 非常 高效率 回购 一个是安全 流动的 流动性高的 回报率 高的 一种方法 我就 从我 九三年的 就是开始 到九 九五年 我就开始 做这个生意 我就发明了一种方法 就是 每个礼拜 能够赚到 百分之一的回报 当然了 所有的指数 从来没有说 有百分之一的回报 的概念 我们想到纳斯达指数 在过去 就是说 在我们讲 从09年 那个时候 金融海啸 到2020年的年初 到现在 纳斯达的指数涨了十倍 所以 你买房子 也从来没有十倍 你做什么都是 你没有 如果 就是说 你买 刀金指数 或者纳斯达指数 或者SPE 这三个指数 你敲不了 你就回报 敲不了 百分之九支 以上的 人和 资金 或者一些 或者那些 这个 市场上面 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是想的 因为 长的 会发短的 因为我当时第一次 我做投资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 一个很 很神奇的东西 就是说 这个市场的 不断的波动 对吧 那涨了又跌 跌了又涨 我说这涨了一跌 一涨 不是等于 没涨没跌吗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再涨了我就卖掉 再跌了我就买进来 我那时候 还是 没有经验的吧 我是 刚开始 95年 我就开始做 然后呢 这个 半路 是要害 就是每个人都 梦想追求 然后呢 我每次 咋了我就卖掉 然后掉 就买进来 就是那个 指数 然后呢 一年呢 就 赚了百分之三十 以上 其实很多年 不是百分之三十 还是五十 也是 所以 所以的话呢 我就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呢 就是说 我就开始 要做生意了 对吧 我就要做大生意了 我觉得 这是一个太好的生意了 我说 没什么一个生意 有这么好的 所以我就 开始做这个事情 对吧 然后呢 做这个事情 我就发现一个 就是说 在这个金融市场 第一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投资 是没错的 但是呢 并不是说 每个人都要超股票 但是如果 你要一个经验 非常丰富的人 像我这样的话 那超股票是非常安全的 一个事情 对吧 就是说 一个礼拜 转了百分之一 这个 一年转了百分之五十 是非常 轻松的事情 很多人说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 对吧 你哪一个人一年 都将得到五十 其实 就是把长线 变成短线 对吧 一年转了百分之五十 像我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个确实是 就是我们现在做生意 大家都讲的一种 叫颠覆性的生意 对吧 像亚马逊 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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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 还有这个 这个 就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 高扣制 对吧 让很多人失业了 就是 这是颠覆性的 就是 disruptive 这个 这个 隔壁性的 改变 我做了这个 百分之一的回报 来 每个礼拜百分之一 一年百分之五十的回报 确实也是一个 颠覆性的 对吧 你说 每个人谁不想赚钱呢 对吧 如果每个礼拜能够赚百分之一 或者一年百分之五十 这是每个人 人人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 我就是想的这样一个事情 第一我做到过 对吧 我就是想把这个做下去 我说 这个世界上 这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产品 对吧 那我就说 这个肯定是个大的生意 并且来生意 我说 我也是想跟人家说 人家说 你这个吹牛 我说 我要成为世界索固 我说 你一想想 巴菲特 它成24% 就是40年以后 它成了索固 如果我说 我男子 五十 然后现在的人 都是那么有钱 对吧 知数那么大 都成为索固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对吧 都是因为资金呢 其实呢 它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 对吧 你像很多人想 巴菲特 发了40年成为世界索固 大家只知道 我们最近 大家都是热议的一个话题 叫赵川芳的吧 就是搞虚拟货币 搞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他从17年开始做这个 对吧 做这个虚拟货币投资 大概是前几年才开始三五年 他开始搞这个笔案平台 他现在就是 就是华人首富 他就成为了华人首富 但我们大家知道一个 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最近眼睛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叫Elon Musk 大家都知道Elon Musk Elon Musk 他是一个金融企业家 对吧 他是大家也知道 他是个网红 然后呢 他呢 做生意的很 具有创造性 或者是 对吧 革命性的这个 讲什么 电动机车 特斯拉这些事情 我看了他的故事以后 我觉得 这个挺有意思的 他也是短短的几年 就成为了世界首富 现在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资金的流分 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因为很多人想到 哎呀 然后开始 有点慢了 其实就 假如 比方说 这个回报50% 一年的话 只要做出来 给人家看 就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呢 嘴边就是 现在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事情 叫网红 对吧 网红 现在呢 网红是非常赚钱的 第二个网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对吧 现在呢 我就是想 把我的 这个在市场上的经验 对吧 就是交易经验 技术 对市场的判断 对吧 然后 结果怎么样 通过视频的方式 向大家 这个展示 因为我现在就发现 有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个直播啊 或者是视频呢 因为现在的人们 对这金融上面的事情呢 就是99%的人 都是胡说的 对吧 都是 胡听 就是道听胡说的 比较多 所以呢 我就想通过这个视频 或者是 食盘 对吧 演练 而把这些 把投资人也好 人们的思想观念 来一个彻底的改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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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